先前山土的台风归宿西台路径 捉摸不定这剧本可能重演吗 从各国预测天吐台风路径来看 中央气象署日本气象厅 香港还有大多数国家预测 都认为它未来会往东北方向走 从台湾东部外海掠过 预估到星期四的时候 它可能会到达旅宋岛的东北侧 到巴士海峡附近这一带 然后以比较偏北然后再转东北 经过台湾东部外海的这个路径 几率是最大的 不排除会对这个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气象粉专指出太平洋高气压减弱的幅度 会决定天吐北转的时间点及位置 减弱快天吐北转早会沿东部海域北上 暴风圈掠过东南部及屏东 太平洋高压减弱漫天吐 就会直接侵袭台湾影响比较大 周五开始到周日的清晨这一段时间 由于天吐台风距离台湾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会带来比较明显的雨势 特别是在这个东半部地区 还有南部地区恒生半岛这些地方呢 可能都有大于等级以上的这种雨势 那其他地区的云量也会增多 气象专家林德恩指出以天吐目前的路径来看 不会有共犯效应 但东北季风跟天吐外围环流符合会让水汽增多 花冬要特别注意 不过看看过去只有1967年的吉达台风 在11月登陆台湾 2003年米勒台风以及2020年的闪电台风 也有接近台湾的记录 这回天吐台风是否登陆 路径如何有待后续追踪 虽然银性台风在周二下午减弱 但11月一度有四台共存是66年来首建 可以说是接棒影响台湾天气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台北报道 取从早到晚这暴雨下不停 您看到画面上 这是在宜兰的苏澳新站外头的台九线 因为下午的暴雨导致激烟水 目前其实看起来大货车才能通行 很多汽车必须肉道而行 甚至当地的这台铁新马到苏澳新站 还一度双向不通 气象属性带也持续针对宜兰线 发布了大豪雨特报 提醒观众朋友 光是在苏澳这个地方 今天凌晨零点累积到现在的雨量 已经超过了340毫米 相当惊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再加上青台结果它的外围云系水气影响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此刻正逢下班下课的时间 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路况了 那么雨磊雷达双分割来看到 今天雨下最多的地方 就是在宜兰地区了 来到紫布等级 而且东山乡的累积雨量 超过了340毫米 相当惊人 而过去几个小时 你可以看到 这雷达回坡 主要迎风面降雨相当惊人 是来到宜兰跟花莲地区 而此刻石雨量比较多的地方 则是在花莲地区 包括秀林山有36毫米的石雨量 提醒观众朋友 花东地区现在雨正大 而中南部地区呢 受到几根台风 它的高层水气影响 也会出现这飘雨情况 提醒观众朋友 正要留意这降雨状况了 我们再从这大范围 卫星来掌握一下 本来说这4台共5 现在变成3台鼎立 因为银性台风 转为热带性低气压 不过离我们比较近的 这几根台风 尽管从南方的海面通过 同样也为银封面地区 包括花东地区 还有宜兰地区 带来明显的降雨 至于万一台风呢 因为离我们还远 所以暂时没有影响 但是大家现在很关注的是 天兔台风了 天兔台风目前看起来 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它会沿着太平洋 高压的边缘来走 那么这样的一个路径 会不会直扑台湾而来呢 我们来看到这气象鼠的 针对天兔台风 它的最新浅势预测图 您就可以看到 目前是距离俄卵比的东南方 大约1400公里的海面上 而且您看到 其实预计在礼拜四的时候呢 到时候就有可能 它的暴风宣勾到我们海警线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而距离我们最近的时间 是在礼拜六礼拜日这两天 所以说啊 如果到时候 它比较靠近我们的话 势必就会为这个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 还有南部地区 带来风雨影响 所以周末假日 如果有外出活动的话 恐怕现在要思考一下 预备方案 或者是留意这风雨情况了 不过还是要是 后方的太平洋高压来决定 如果退得快一点的话 也许这条路径 还有可能再往东边修 接下来看到的是 降雨趋势 带您整理一下 明天其实会有个空档 因为这东北季风 终于稍稍减落了 那么渴望降雨趋缓 不过很快 刚刚提到了这天吐台风 还是有可能在礼拜五开始 为台湾地区 包括花东地区 还有恒川半岛 可能会带来致灾的大雨 但是还是要是 这天吐台风 到时候它的路径 以及距离我们台湾的远近 还有它的强度来看 究竟会如何影响 所以也请您持续锁定 东森新闻的气象 掌握这天吐台风的最新预报 风接力生成 我们现在透过大范围 卫星云图 带来看到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现在 在西北太平洋的海面上 有四个系统 包含了三个台风 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我们首先先来看到的是银杏 因为银杏现在呢 强度持续在减弱 所以它不久后 就会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了 而另外一个是距离台湾 目前现在最远的是您看到的是万宜 它现在距离台湾还有三千多公里 目前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未来的路径 还是要再密切的观察 那我们再来看到是上半周 影响到台湾天气的话 就会是捷梗台风了 它目前是一个中度台风 那它登陆菲律宾之后呢 预估是在明后两天 也就是周二周三 因为它的外围水气的影响 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在东半部还有宜兰 北海岸 还有加上大台北地区 都要特别注意大雨或是豪雨的状况了 那接下来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这个TD29 因为它今天呢 最快就有可能生成为台风 名字叫做天兔台风 那准天兔呢 就会在下半周的时候 比较影响到台湾了 关键点就会在周四周五的这两天 目前我们先来透过 气象署的最新预测来看到 现在距离台湾还有2850公里 那现在是西北线的方向前进 不过从各国路径预测来看到的话 就会比较不一样了 有的预估它会往西走 那有的预估 它会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北转 那关键点就会在周四周五的这两天 要看到是北方的高压 是不是有退的状况 就会是影响它未来路径变化的 一个最大的关键了 那所以这一周的天气或多或少 都还是会受到台风的影响 那来看到今天 主要还是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呢北部还有东部 阵营封面的部分的话 在今天降雨就会有感 那周二就是刚刚有提醒到大家的 除了东北季风之外 还有所谓的捷梗台风的外围云性影响 所以要看到的是东半部地区 还有北部地区 尤其是宜兰还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 要注意大雨跟豪雨 那周三周四这两天呢 天气稍微比较稳定一点 因为中北季风减弱 那气温也会稍微回升 但是要看到的是周五周六 就是下半周的时间 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 就要特别留意 准天吐台风的动向 还有接下来还有球卫的东北季风 还有逐渐在增强 所以传统的迎风面 包含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雨势都会比较明显了 那最后要提醒大家 因为这周其实温差都还是蛮大的 外出还是要记得 带雨具还有外套 小心不要感冒了 以上最新气训起工给您 确实啊 现在海面上很热闹 有四个热带系统 三个台风还有一个热带新低息 那我们就来看到了一个是银杏 但是银杏其实最快在今天呢 就会减弱 那再来就是捷梗台风 它是中度台风 那它会间接的影响到台湾 为台湾带来一些降雨 那再来呢 就是最快会在今天生成的 这个天吐台风 整天吐 那它的动向呢 我们就要持续来关注了 那这个万一台风呢 它对台湾就没有影响了 而且呢是很远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 这两个台风 我们都说了这个捷梗台风呢 会有一点间接的影响 那主要就是因为 现在台湾吹的是东北季风 那么今天台风呢 它呢因为在靠近的时候 尤其是在明天来说呢 因为它还是会有外围的 云线影响到台湾 那在东北季风 还有它的云线影响我们之下 在宜兰地区还有基隆 不排除可能是会有 好大雨现象的 所以要特别的提醒大家 好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热带性地期啊 整天吐 它到底会怎么走呢 我们就要透过各国模式来看看 因为它现在呢 还是一个热带性地期啊 那现在模式呢 其实欧洲跟美国都不太一样 来看到了 欧洲呢 它预计会是在台湾 东部的海面就会北转离开 那美国呢 则是预计它会是一路的往西走 不过呢 这个都是模式预测 就是呢 是电脑来帮它算的 还没有加进一些人工的经验下去 不过我们现在就是要看到 这个准天吐呢 它其实之后啊 靠近我们大约在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要看看 在太平洋高压 因为我们目前都是笼罩 在太平洋的高压之下 可是呢 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这个太平洋高压 它冬退的程度 还有时间 所以才会呢 来知道说这个准天吐 它到底是会一路的上西来前进 还是呢 真的会在台湾的东部的海面 就会北转 可是呢 我们就说了 这太平洋高压 它冬退的角时尖点 还有它的速度就很重要了 因为如果说呢 它冬退的时间够快 范围够广的话呢 那当然它就会一路的北转离开 但是如果呢 一个不小心 它冬退的小度比较慢啦 时间比较慢 那么的话 它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了 所以准天吐呢 它其实未来的路径呢 会是个关键 那我们都会在持续的观察 那所以这个星期的天逸状况 我们就要从今天开始来看了 这个星期来说呢 今天就是受到了东北西风的影响 所以迎风面地区 北部还有东半部呢 就会有降雨 那么气温也稍稍的下滑 那明天来说 就是因为有节梗的外围云气的影响 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关系 所以要提醒到了 这个东半部地区 尤其啊就是在基隆 还有宜兰地区 不排除是会有好大雨现象的 那么在星期三到星期四呢 它算是一个降雨的空档 东北季风就减弱了 而且呢 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降雨呢 也会稍稍的趋缓 气温也会逐渐的回升 但是周末的天气状况呢 星期五过后啊 就要看看这个准天度 它的路径到底是如何 目前变动都还是蛮大的 所以周末的天气 都还是要再来留意的 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欢迎回来 来关心气象消息 来看到海面上 这真的是史无前例 在11月还有这么多的台风 即将生成 你看到其实此刻啊 可以算是这三台鼎立 但第四个台风就在这边 四七今天早上成为 热带性低气压的TD29 有可能会在今天晚上 变成一个天吐台风 而昨天下午生成的 捷梗台风还有万宜台风 再加上这个天吐台风 那么很有可能 就要在海面上形成的 四强鼎立 所谓的四台鼎立 在11月发生 气象鼠也说啊 这根本是史无前例的状况 值得关注的是这天吐台风 因为它的英文名 又跟最近很红的动漫 提到的所谓的乌萨奇很像 所以网友又提到说 这是不是乌萨奇台风啊 气象鼠也有解释 因为这个台风的命名 天吐台风 意思是指日本 他们认为的天吐座 所以我们还是叫它 天吐台风 而这种天吐台风 距离而完比目前是在 东南东方2870公里的海面 未来五天 大致就是沿着这太平洋 高压的边缘来走 朝西北溪移动 那么周四周五的时候 抵达吕宋岛附近 很有可能会遇到 北方的高空槽线东移 太平洋高压 东特影响 有机会可能会转向 但是它转向的幅度 因为还太远 所以有待观察 而距离我们比较近的 这捷梗台风呢 预计在周二周三的时候 会受到它的外围 云系水汽影响 所以到时候 迎封面的北东地区 还有台东地区 可能雨就会比较大 那么这几天 沿海风浪也相对来讲 会大上许多 提醒观众朋友 没事的话不要到海边 另外这万宜台风的部分呢 则是预计 到这旅宋岛附近之后 就会变成 热带性低气压了 所以降雨趋势 你就可以看到 明天开始 东北季风增强 本来迎封面 东北部地区 山区就会有 较大雨势发生 那么周二周三 再加上这台风的 外围云系水汽影响 所以包括金浪北反案 还有东北部地区 以及大台北山区 雨就会比较大 提醒观众朋友 礼拜二礼拜三的话 还是记得带伞出门 避免遇上这 带雨情况发生 预计在礼拜四的时候 东北季风减弱 各地水汽趋缓 但是很快到周末的时候 礼拜五礼拜六 水汽又会再度增加 温度的部分 在这个季节 日夜温差相对是比较大的 尤其提醒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一指中看下来 白天高温可以上看 二十九三十度 但是露夜或是清晨的话 温度大概落在 二十四二十五度而已 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不过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今明两天 一直到礼拜三之前 白天高温大概都在 二十五度左右 露夜或清晨的话呢 其实您看到红色这条线 大概会落在这 二十三二十四度左右 也提醒观众朋友 在北部的观众朋友 明后两天外出的话 还是要记得 加件把外套 比较不会感冒着凉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